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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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五点钟方向 三个男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哥 钱呢 你不是拿十万的货吗 兄弟现在手头有点紧 所以 刘军 咱做生意要减个规矩 你这说变就变 不大好吧 表哥 这里的兄弟对不住 东东那边还有单生意 回来之后 马上把钱扶给骗过 我给你个面子 三天之内拿钱扶 谢谢 表哥 别动 警察 报警 走 你们俩 看见他了 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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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来呀 不怕死的 来呀 夏平 看着 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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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给我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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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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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军 我们说说余老虎的事吧 余老虎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我没有证据我会问你这个事吗 我真的不认识余老虎 周大宝你认识吗 周大宝我认识 我是喝完酒跟他胡说的 刘军 两百颗冰毒该判什么罪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我告诉你 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 你才能够争取宽大处理 你明白吗 我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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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来的 这我不知道 都是我们老大桑彪接的伙 我们就负责办事 桑彪的大名叫什么 大名叫王彪 就是昨天晚上交易的时候 被你们打死的那个 我和鸭子在监狱住过一个趟 他比我找出来半年 他以前跟我语捞 鸭子的名字叫什么 多大了 是哪里人 叫赖小明 三十五岁 家是丰州的 他现在人在哪儿 在丰州 他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明天晚上赶去丰州 去跟他干活 我就想着今天晚上把那事办了 明天带着霍董事 你们说在哪里见面了吗 他说晚上七点 让我赶到丰州的股玩街 到了以后给他打电话 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洪姐 咱们去了丰州 那这个案子怎么办 我会将案子交给王队他们那一组 你们俩抓紧时间休息 养足了精神 明天还要去丰州呢 对 这次一定得抓到鸭子 他很可能试破 鱼老虎案子的关键 洪姐 你饿了吧 我去买早餐 你们俩吃吧 我还要跟王队交接一下 你别乱说我去买下 你还没吃到老虎 还不说我去买下 看起来 你走多当令人 走多当令人 不走多当令人 可 这次不过 无瑶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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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慧哥 今天晚上交易 距离时间啊 我到时候会告诉你 从现在起 谁都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谁都不准离开 慧哥 坐 坐 这儿快点 把你们手机全拿出来吧 好 你们家都不准离开 你们俩个好 注意 目标出现 午安街停车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车 快点 快点 我们是警察把枪放下 淼淼 把枪放下 交通政见呢 美女天热小小伙 你看 咱们头不是都在白去办公室吗 等一下领导发了话 马上就把枪 证件全还给你们了 淼淼 这是人家的地盘 有他们的规矩 行了 手点力气吧 对对对 还是这个小兄弟能够势力 我说严大队长 你是怕别人都不知道 你被人叫做严大胆是吗 白菊误会 纯属误会 你说他们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省庭专案队的 再说了 他们来风筹报案 他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打招呼 给你呀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 他们事先应该通报一下 我说你少跟我说这些废话 白菊 今晚的行动也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没来及通报 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对对对 你看 还是人家省厅的同志 说话是挺高 我们有责任 有责任 你少废话 马上把枪支 还有证件 还给人家省厅的同志 关于今晚的事 你马上给我写个报告 是 是 火地长 实在是对不起啊 白菊客气了 那我就不打搅了 好 机长 慢走啊 站住 你过来 白菊 对 您还有啥翻误 你给我听好了 这个红鹰可不简单啊 那我咋没听说过他呀 他是刚从西北调过来的 人家可是公安部的一级英模 你把今晚这件事给我处理好了 报告就不用写了 明白 明白 明白什么 你小子以后多给我 揉点事就行了 不不不 局长 您这反话我能听得出来 您放心 我保证 绝对不会给局里和领导母黑 走走走走 来 来 来 那个 等一下 那个 你叫红 红 你说这记性的这么不好使 你叫红什么来着 红鹰 对对对 红鹰统治 今天晚上的事啊 实在对不起啊 误会 我呢 代表丰州局大案队 向你们省庭重案队 得歉 说完了吗 完了 我能给你们大案队 提点建议吗 提提提 虚心接受 什么叫大案队啊 顾名思义 敢在大案队待着 军事素质就是要提高一点 三个人 差点让犯罪前人给逃跑了 到底行不行啊 不 我们 我们吧 什么我们就行不行啊 怎么就军事素质不高了 你刚说了一个老话说清楚了 我呢 不要命吗 他跑度在厕所那儿 谁啊 没事吧 黑哥 没事有点跑度的了 半个小时以后加意 别耽误事了 放心吧 我吃过药了 我吃过药了 不肯定没用 我吃过药了 不要 我吃过药了 我吃了 别人 想看 我看 来 各位 物为严蠢 完毕归绕吧 你说你们要是早点表明身份 那也不至于把你们全干翻掉 是吧 行了吧 还不知道谁干翻谁的 受伤的又不是我们 对啊 夏明 好像咱俩鼻子 没事啊 没事啊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那当刑警的 谁没付过伤挂过彩呢 是吧 付伤 那就光荣 走啊 等等 你们都是省厅众案组的精英领导 对吧 以后再来我们这种小地方办案呢 最好提前都打个招呼 怎么 我们省厅来这办案 还得向你汇报吗 老胡 看不看见 新人 骄傲自大 你看你没办过什么大案 一点都不谦虚啊 对 新人 就得向老同志多学习 你们要是早就打了招呼 那今晚这误会 根本不会发生 子弹可是不张眼哪 万一因为点误会就光荣了 那太犯不上的事了 你们 淼淼 说得也对 三个收拾一个还让人给跑了 要不是咱们头啊 恐怕鸭子早就飞了 明白了 原来煮熟的鸭子惠妃 感情是从丰州这儿来的呀 有事你这 找了 幼稚 今天晚上要不是他们搅和 咱都把鸭子收拾了 牛气什么呀 行了 白菊说了 就那个红 那个红什么呢 挺厉害 公安部一级阴谋 你说咋那么不信呢 就那个女的还公安部一级阴谋 吹她吧 不过说实话 看今天晚上她收拾鸭子的时候 还真有两下子 少废话 这样啊 你啊 把她的资料都给我弄来 我看看 怎么着 来个知己知彼 走了 上哪儿去 吃饭 吃什么饭呢就吃饭呢 马老伯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 怎么着 一顿不吃能饿死你啊 怪不得人家说咱们军事素质不高呢 我说老爷 有气朝我身上的洒是吧 我告诉你 我可不胖 我这叫撞 好好好你撞你撞 走吧 沈丫子去 头 表面有军东西发出信号了 什么时间 扫定位置了吗 这几分钟的事 位置在马路中断 看来今天晚上 他们要有个大动作 老爷 会不会是一老虎出现了 马上行动 这样 我呢 去向白局汇报 老吴 你安排人准备出发 东东通知特警类待命 是 黑哥 这个地方有点怪啊 怎么了 你看这里边 黑乎乎的 他们不会是想设计咱们吗 看我们这一行 要是前胖狼后胖虎的话 什么都干不成 黑哥说的是 等一下 你们看我的眼神行事 知道了 白米和左手跟我进去 雨脸在外面守着 知道了 哥 好 相关怎么样 涛儿 他们进洗浴中心了 车型在外面 车上估计还有人 坏了 他们怎么去洗浴中心呢 不要命恐怕要暴露 段东 通知特警队 马上赠予 明白 黑哥 战券是六五 黑哥 黑哥 早听说您的大名了 不是兄弟 咱就别客气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叫你 这是老虎哥的意思 老虎哥的意思 老虎哥在争桑拿 他交代了 让你们把衣服脱了 在里边谈 脱衣服 柳子 老虎哥未免太胆小了吧 老虎哥做事 谁也周末不透 不过小心地做是对的 钱我都带来了 活想练练活 然后脱衣服 去跟老虎哥接触 这我可做不了主 这样吧 黑哥先等一下 我再去问问老虎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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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哥 货给你带来了 让黑哥看看货 黑哥 货你一看 脱衣服给我借老虎哥 六子 你这垂边一晃 我哪知道这货是真实价 我要念货 这也就是您的不对了 老虎哥都答应了条件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 先验验你的钱了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做事得小心一点 再说了 这是你的地盘 你怕什么 我念完货以后 我就去见老虎哥 当面交易 行啊 既然黑哥执意要验货 那兄弟也要看看 您带来的钱 没问题 把钱给六子看看 让黑哥验货 人带来跳 你哎呀 他会ى啊 你快舍有什么 货 我 说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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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颜队 帮忙 这又假钱又假货的 说说吧 颜队 我真不知道他们要黑是黑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说 六子根本就不认识鱼老虎 是 六哥说 不不 六子说鱼老虎早就死了 我们就是猫用它的名字赚点钱 他有没有告诉你鱼老虎是怎么死的 他说鱼老虎以前那个马仔和他住一个奸仓 那个马仔说 鱼老虎三年前跑去金货 就再也没回来 听说他得罪了当地的黑帮 被做掉了 鱼老虎以前那个马仔叫什么名字 他好像有个外号 叫马干 你见到鱼老虎本人了吗 像我这种小角色 怎么可能见到他本人 说真的 我都怀疑六子 他根本就不认识鱼老虎 为什么呀 我听道上人讲过 鱼老虎做事很讲规矩 绝不会做黑吃黑的事 你是怎么认识六子的 是他来找我的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从酒吧出来 你不认识鱼老虎 你是黄茴茴 我就是啊 我们老大想见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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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人带来了 你就是黄毛 大哥 我们不认识吧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知道 你跟黑皮很熟 对吧 谈不上很熟 我们曾经住过一个间 我听说他在思想着处拿货 我这有大量的A货 他要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谈谈 A货 据我了解 现在市面上已经赚货了 这是老虎哥的货 老虎哥 哦 这钱是你的中间费 市场之后再给你四万 大哥 我能问一下吗 别问吧 老虎哥真的回风头了 这我能骗你吗 老虎哥做事 大家都知道规矩 言队 我说的拒绝都是实话 我就是为了挣点中介费 谁知道他们 老颜 来 吃包子 尿 你跟茶的怎么样了 鱼老虎死了 死了 笔图在那儿呢 自己看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 没通知你去参加追悼会 觉得挺遗憾的是怎么着 找我扯着没用的 咱们追鱼老虎好几年了 他说死就死了 鱼老虎这种人说死就死了 一点都不稀奇 再说 有三年没见鱼老虎出货了 我不管他出不出货 现在不要命 为了查鱼老虎的案子被捅成这样 我必须要调查清楚 你什么意思啊 找马嘎 没事吧 大半夜的上哪儿去找他 听他见 等我一下 大半夜的上哪儿去 放过了 放过了 绕到后面 逗着